最近王一博的外貌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 一张照片中王一博的侧脸展现出了他分明的轮廓 线条精致下了线条分离有力让人联想到艺术品 这样的表现力瞬间吸引了粉丝们的目光 并让他获得了新的称号暴戏帅哥 这张照片一经上传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 许多网友对王一博的颜值进行了赞美 称他为国民男友最美男艺人等 甚至有脑洞大开的网友将他与古代文人雅士相提并论 粉丝们纷纷晒出了自己手绘的王一博侧脸画作 展示了他们对偶像的喜爱 这并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事件在网络上引起轰动 在娱乐圈中明星的外貌一直是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早在2019年羊羊的侧脸照片就引发了类似的讨论 她的侧脸轮廓分明 线条优美也被网友们誉为国民男友 这两位艺人的相似处在于都有着出色的外貌和清晰的轮廓 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样的事件对王一博个人以及整个娱乐圈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这次事件进一步增加了王一博的知名度和曝光度 让更多人对她的才华和魅力有了认知 其次这也是对美的追求的一种肯定 让人们重新审视和欣赏外貌艺术 此外这次事件也增强了粉丝们的凝聚力 他们积极参与讨论 表达自己对王一博的喜爱和支持 截至目前没有关于该事件的最新进展 然而王一博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 无论是音乐演戏还是出席综艺节目都备受瞩目 我们可以期待她未来更多的作品和表现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惊喜 整个事件以王一博的外貌为核心 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和赞美 这一事件使得王一博的名字更加响亮 也让更多人对她的才华和魅力 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同时这次事件也反映出 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和对艺术的欣赏 粉丝们的积极参与和表达 也展示了他们的凝聚力和对偶像的无限支持 在这个事件中 你是如何看待王一博的外貌的呢 你认为他是不是一个拥有艺术品般线条 和完美姿态的暴戏帅哥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与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想法和观点